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京时间9月4日 崔永元再次拉起搅动娱乐圈的大旗 把矛头指向华裔兄弟一众 冯小哥 刘振云 半冰冰 李冰冰 舒淇等都自估成了村口中的正义 崔永元在微博里一连晒出九张图 其中八张图都和华裔兄弟有关系 不过图片中都是一些亲亲我我的不咬照 这里面所包含的就是冯小刚 王忠磊 李冰冰和舒淇 自从村永元将炮红冯小刚的矛头对准范冰冰 范冰冰简直成为了众矢之之地 毕竟是中国娱乐圈区内的一界 片重位居全球排行前五 光凭借这些就能说明发冰冰不简单 如今他整个人就销声匿迹了 不管是综艺还是拍戏 都是一副神秘的状态 甚至被指作时被查传闻 此次从村永元发的图片可以看到 八张图中有三张都涉及范冰冰 五张涉及冯小刚 三张涉及王忠磊 图中 把民情丑态曝光的一览无语 冯小刚剧中的表情 图元 at 崔永元王忠内作 舒淇和冯小刚聚在一起 图元 at 崔永元可以看出 崔永元最狠的就是冯小刚 一禅时宽自居的崔所揭露 娱乐圈的乱象都是从冯小刚开始 手机第一步中 电视栏目由一说一的主持人 监手一 因为手机收获婚外列 不过有一天她把手机忘在家里 妻子便知道了她出轨的秘密 当时崔永元主持的节目 实话实话正在热播 在拍手机前冯小刚 还专门找崔永元了解 实话实说拍摄的过程 于是很多人把崔永元和盐手一联系到一起 认为盐手一是以崔永元为原型 崔永元也因此和冯小刚留着女闹呆 冯小刚手机第二 不讲述的是十多年后 盐手一的有一书一成了网络节目 她和几个女的论稿 然后手机丢了 被文风耳洞的狗仔队先拿到手 里面内容多多 所以 盐手一和狗仔进行没完没了的交涉 对此 崔永元透露 已经看了手机二的剧本 由于里面的内容 崔永元趁剧本非常恶心 应该让编剧刘正云的女儿来演